彭京川 男33岁四川人 防灾科技学院 网络工程专业 大肆在门 大家好 我叫彭京川 京是北京的京 川而四川的川 是在北京长大的四川男孩 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做过销售 做过舞蹈老师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找一份有关于活动策划 或者是授钱工程师 或者是项目助理之类的岗位 谢谢 你是跳街舞的是吗 对 四川人 对 四川人 这字写得真够丑的 一般写字丑的人 能力比较强 是吗 那说说你有什么能力吧 在学校当了两年的街舞社长 然后举办了多场的街舞比赛 和街舞专场演出 然后整个活动的 从写策划到审批策划 到与各个嘉宾谈 邀请他们过来 和以及就是 学校这方面 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 除了现场的布置 这些需要手下的人完成 也有这个销售能力 表达能力 因为之前有过 这个销售的实习经验 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做这个信息流广告的 这个销售 你这么有个性 怎么会去做销售 因为就是 比较爱说话 比较善于表达 然后比较能够揣测 人的心理 真的 就是我感觉 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哪句话 该说不该说 那我们试一下 OK 卖一下知识学乃 那你自己挑对象 好不好 我挑 营兰文化的赵总 赵总好 你好 我知道咱们公司 现在做这个 烧二蓝球培训对吧 是 对 这个体能培训是一方面 这个智力培训 也是现在 少儿需要的一部分 对吧 得知情美劳 全面发展嘛 对啊 所以在体育培训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 他们运动量 运动之后比较累了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些 补充体能的 或者说增长智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长知识了 因为体育吧 它不是一个 就是说 纯体力的东西 一般体育好的人 他智力都不低 所以 那我们是通过 让他提高测的血液 里面的含氧量 那个 然后来让他记忆力好 但是他运动之后 我们一般是会给他 补充水分更多的呀 而不是说补充酸奶呀 对 但是就是 如果说一个孩子 他特别喜欢体育的话 他的家长可能会认为 我的孩子 现在喜欢体育 会不会耽误我的孩子学习呢 会不会他不爱学习呢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多喝一点长知识了 也许他的效率就会很高 我上课听五分钟 四十分钟的讲篮球 我照样能考一百分 这个我能跟家长说吗 首先啊 酸奶里边的能量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含量非常高 这个跟市面上的酸奶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 蛋白质呢 高达3.1克 跟市面上现在现有的 这个含量还是有相当的区别的 那你能先让我们的孩子们试吃 然后如果家长们满意 你再给我收费吗 这个我只是一个销售 我做不了主 那我回去跟我们的市场负责人商量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 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就是他找的是我们青少年这个点 那其实我们经常给大家讲 给我们的学员和家长讲 身体好是学习好的基础 他当时这个点打的我觉得还挺准的 那个长知识 这个点跟知识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把它当成知识 对它的脑子开发什么什么之类有关系的话 就是误导了 这是核心的东西 长知识 它的核心成分带知识的酸奶 这是核心的 所以说你去卖知识和这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没找到问题的最本质的东西 你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什么呢 企业的核心的诉求 没有表达出来 这是跑偏了 其实因为他这里面是有知识 他应该说我的知识 然后可以让 然后帮助身体 对 然后可以跟进 他补盖 他如果能把这一点 就是说我这里面除了含有水 还有大量的蛋白质 但是金川有一个特别好的点 他作为一个销售 他守住了底线 金川是一个有底线的孩子 刚才赵总去引导他 想拉他下水 让他给一些 这个过渡承诺 对不对 说可不可以给我的孩子 试吃啊 对吧 如果是一个急于达成的销售 他一定会说 没问题 扛两心点上来 先给大家吃 对吧 你已经脱离了销售这个职位了 你没那么大权力嘛 我觉得这个我和你的观点 还不一样 我觉得你回答的 我还不满意 我这件事情 我回去要请示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一定会争取 为你提供这个试吃的 你不能说我 我就是个销售 变得就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 可是我觉得他作为这种基层的销售 他他有这种很诚恳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销售不一定有那么多技巧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让客户喜欢他 销售有时候示弱特别重要 没发挥好 就是这个销售 这个考核就是其实 考验的东西 它不仅是你的推销能力 还考验了你的反应能力 然后思维逻辑能力 就是其实还挺多的 我觉得这孩子其实真不错 看上去有一点 这个这个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子 但其实他真的在那一点上 是很多选手达不到的 很多选手脱口而出就是 行啊 我给你送两箱吧 他没有 而且他脸上露出的那种羞涩的 那种笑容 让人感觉到他特别的坦诚 而且他上来之后 他迅速地找到了 随风奔跑的运动性质的 这样的机构 需要这样的方式来给孩子 我觉得他挺好的 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 可以打八十分 不错不错不错啊 你要求多少钱一个月 实习是低于四千 不低于四千 转正的话 尽量是六千起步吧 六千往上 应聘的是产品经理助理 对 项目助理 或者是活动策划的岗 或者授钱工程师 销售考不考虑 电销不考虑了 然后2B 2C的不考虑 2B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起点 就是2B的 我不是说2C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 2B可能更适合我 迫不及待想要看他跳舞了吧 那第一轮赶紧选择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好 十五战灯停留 天生活有台 接舞 就是有能上来跟我学一下的企业家吗 来 许夏琳 我来这个舞台不是为了跳舞的 我是为了找工作求职的 邀请企业家上来跟我一起进入一个互动 一方面我可以进去的接触着他们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看到我的这个亲和力 用力 用力 左边 用力 对 很简单 米哥 米哥 像僵尸跳似的 僵尸跳似的 就是迈脚 第一下把左脚往右脚前面迈 手抬起来 1 差不多 然后第二步 2 对 第三步重心往前 后脚抬起来 3 第四步 站起来 然后反方向一样 然后我们我简单喊拍子咱们来一下好吧 走 1 2 3 4 5 6 2 2 3 4 5 6 没有关系 5 6 7 走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人 但是在他的带动下我虽然没在台上 我在台下我也跟着学了 还有感染力 然后这个我发现他跳舞的时候是在这个全情投入的 那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好 好 谢谢 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 好 谢谢三位 谢谢 他给人的感觉就很牵扯 因为他接地气 有态度 但是没有刺儿 有棱角 但是能够 学会把他去隐藏的一个很聪明的男生 来 我们来看到职场情商课堂 通常招聘喜事上写着学历不是问题 能力最重要 工资面译 尚不封顶 多劳多得 理解一下 这什么意思 这个说学历不是问题 他就会看你的学历 然后给你谈工资 然后能力最重要 就是 然后多劳多得 他可能就不是一个说特别大的公司那种 就是每个人分工特别明确 可能就是让你什么活都干 尚不封顶 其实他怎么可能不封顶 其实就是可能没底薪低吧 意思就是底薪特别低 我觉得 我发现他脑子挺灵活的 他挺明白的 对 而且他在解读这个过程当中 既把意思解读出来了 又解读得不那么刻薄 今儿你整场表现 有多挺惊喜的 就是街舞跳那么好 就艺术范也有 还愿一面授钱工程师 那在你的倾向性上 你是想围着自己当年学的专业 出钱工程师要往前走 而不是你的业余爱好街舞 对 我没有想过做全职的舞者 因为我其实我意向的企业是互联网公司 或者是文化传媒公司 这两个行业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行业是 一个是我喜欢的 一个是我专业的 我喜欢跳舞 如果我把这个跳舞这件事情 当成工作的话 把它做得很商业 很利益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对跳舞的这份热爱 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我就想让自己一直保持着这种热爱 你相对而言 比方说自己具体的 有什么样的业务想做的吗 就是比方说编程肯定不想干嘛 比方说售钱 你想卖什么样的产品 有考虑的吗 就是在互联网公司能够卖产品 就是说做一项售钱这样的工作 然后在文化公司 我其实我还是也挺喜欢 这个英朗文化的 再次确定一下 底薪不低于五千 没有底薪不低于四千 实习 实习不于一千 实习 如果他能爆灯的话 每个人准备一个一千元的大红包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九盏灯 五千 我特别说明一下 军程 我给你提供一个 就是授钱工程师 或者是项目助理的岗位 你喜欢那点 业余爱好 在我们公司 因为我们做健康的嘛 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所以我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我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随风跑篮球俱乐部 这边的这个项目助理 小玩家这边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活动策划 我们是一个做文化的公司 小玩家本身在中国是 目前是第二大的自主IP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这边有很多活动都可以相应着 工作店在深圳 金川你好 很喜欢你啊 下半江战是一所互联网的职场人的企业大学 每一年大概我们都有50到60项赛事左右 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举办的 我认为你不仅可以做大赛的策划 同时呢还能真正的跟用户们嗨起来 金川啊 其实你有销售的特质 所以我们有这个2B的销售的岗 就像上面写着 这个我们提供的底薪呢 是5000 然后上呢是不封顶着 因为金川因为我看你是四川人嘛 我也是四川人 而且我刚来北京不久 那黑洞呢是一家专注于 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投资公司 到这个公司你会发现 你有很多特别好玩的 特别有未来科技感的一些产品 然后我给你那个岗位是产品助理 金川我们是一家家具的话 新丁售的企业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在深圳 因为我要说明一下 我们公司是这样 就是说实习生我们定的 定岗定的就是3000 那保利豪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其实就是我们舞蹈课程项目 课程项目板块当中的这个研发 然后同时呢 未来会去提供再信课程 做内容输出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资是6000 我们这边呢是做教育的 然后面向的主要的群体是中职高职 以及本科这样的学校 那么我们给学校提供一些专业建设的解决方案 整体解决方案 以及向他们输出一些资源内容方面的产品 那给你的职位呢是 是2B的 然后给你的职位是销售专员 但是工作地点在上海 灭七闪流两盏去吧 有请赵小夜李雨昕 谈钱不商感情 这个价格可以吗 价格可以 你心里有数选谁吗 有没有数 有数 真有数 再补一句啊 好像你现在选工作 有AI部门 又有专业研发部门 又能用到你现在跟你喜欢的舞蹈文化 有关的这样的公司 其实交融到一起不容易的 你一个新员工在选工作 对于你原有的学了四年的那个专业 又要去磨合和尝试一下的话 不如选一个跟自己本专业有关的岗位 好 我们这边呢 就是我还是那个话 就是你作为一个刚还没有毕业的新人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想知道世界什么样子 最合适就来我们这边 最终你毕业之后你愿意去哪 你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你从我这样一个起点上 一个平台上 你能见到更多的机会 考虑一下 就是你最后的选择 银朗 健康有益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健康有益 去吧 今天的表现 就能给自己打85分了 因为还是有点紧张 然后想表达的东西没有表达出来 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明白了 我到底是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是工作 什么是生活 未来的话 我打算就在互联网领域这个行业上 一直一个岗位一直往上爬 对 不会随便的转岗挑岗